升官,发财,死老婆,是许多男人的白日梦想,高亨只占其二,也足够质得意满,在他看来,离掉婚的母老虎,跟棺材板里躺得死人没啥区别,为啥恨意这么浓? 还不是因为脆弱的自尊心,曾经被严重伤害过,高亨入赘皇家那会,只是一名从山沟沟飞出的大砖生,准备就业时,他去了皇家的工厂实习,无意中被厂长的女儿黄兰看中,黄兰比他大一岁,性子大大咧咧,看上了高亨,他便不顾爹妈,反对,愣是把他拐上婚姻的快速, 但高傲的岳父,看穷门女婿,哪哪都不顺眼,动不动就说他做错了,他甚至当着厂妹,工人的面把他数罗成狗,搞得高亨梦里都是被教训的声音,女儿出生惯以老婆姓氏,说出去被人指指点点,低人一等,高亨每每抱怨,黄兰都笑话他玻璃心太重,只要自己挺直腰杆, 谁能用流言蜚语,把一个人压垮,切,高亨心想,真不扎在身上,哪会痛,像黄兰这种出生不愁吃穿的千金,恐怕连人间极苦,四个字都不知道,咋写? 好在,三十年,河东三十年,河西,不是传说,高亨尝了一把腾云驾物,坐过山车的滋味,先是老丈人的厂子发生危机,让原本不太景气的生意,走到破产边缘,夫妻俩日吵夜又吵,黄兰一句,心烦提出离婚, 高亨忙不迭,顺干,他点头,动作麻溜的,让黄家人差点喘不过气,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,高亨不觉得自己落井下石,因此走得毫无顾忌,谁知,更大的惊喜还在他背后等着,老家的地被征收,一下子赔了好多钱,高亨可算是一夜报复啊。 看着黄兰为了,挽救场子东奔西跑,求人打点,他的脑海蹦出,落难凤凰不如鸡的感叹,就,真他妈的爽。 身价激增,高亨去探望女儿时,自带一股傲气,离婚时他没带走女儿,固然因为他没跟自己姓,当时钱没到手,爹妈说他闺女不能, 传宗要来没辟用,况且带着脱油瓶,更难找对象,有了底气,高亨迫不及待想通过女儿,去给瞧不起自己的前老丈人打脸,前丈母娘晕车,黄兰在婚前把国内,有名景点完遍了,婚后,他们很少带孩子出门。 高亨特意拉着女儿,去上海的迪斯尼乐园住豪华套房,或是打飞地到攀鱼掌龙看野生动物,孩子玩得很尽兴,进口零食和名牌,饮料,喝下,不少,结果回来闹肚子。 黄兰一急之下,立马发飙,质问高亨怎么不知道照顾女儿,高亨气急了,他也心疼孩子,谁知道他随便吃点东西,焦肉成这样,都是前丈母娘的错。 女儿一直视他照看,动辄说油炸物,上火,冰冷东西,伤胃,啥都不让孩子尝试,好端端地种,生生被养成温室里的花朵。 想到这个,高亨更来气,过年时,他带妻女回老家,黄兰嫌他妈做的东西油气太重,瞧不上他从小最爱吃的烟咸菜。 黄兰还觉得水有骨味道,一个劲让高亨庄,净水气,说不经滤心,过滤的水杂质太多,喝了会伤害他尊贵的身体,他挑三拣四的态度,让老人很不满意,他们喝几十年了,不见有什么问题。 就黄兰金贵,肯定是为了少回老家,才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。 不等旧账,被翻,黄兰赶紧就抱着女儿往医院赶,一肚子火气没出城,高亨站在原地凌乱。 不行,他按下决心,下次地再找机会给点颜色,让这女人瞧瞧,情敌是容易激起女人妒忌的物种。 于是,高亨托人介绍,很快找到年轻貌美的小女友,当初离婚,黄兰说的是一时气话,不料却他洒脱跑掉。 现在黄兰遭难,见他风光,心里一定大大不甘,高亨购置新房,让爹妈入住,顺带买了宝马,没事带女友到工厂,附近兜风。 过去,老丈人为了显摆打压,只让他开送货的武林,奥迪只配挤黄兰自家人开,现在他不用衣仗,别人,也能在宝马车里跟美女大笑,逆袭的人生实在是痛快。 门却瞧见高亨的新座驾,还有副驾驶上的美人,不由地竖起大拇指。 高亨借机打听场子的事,门卫接过烟,嘖嘖摇头说情况不妙,大量库存积压,导致送货,车子像野猫一样。 天天待在门外晒太阳,老厂长年纪大了眉心力管,据说厂子欠下百万债务,不知下月能不能发出工资。 门卫试探,高总,老黄总累得入院了,他怎么说也是你老丈人,你该不会见死不救吧? 亨他当初被骂成祥,也没见死老头收敛些,如今他不落井下石都很好了,怎么可能搭上全副身家去帮? 他巴不得见他们越惨越好,正要离开时,黄岚开着奥迪出现,一个发际显颇高的男人跟着下车,两人有说有笑走过来。 透过挡风波里看向高亨时,他眼里带着不屑,对于副驾驶上苏兄半路的女人,黄岚更是没看上一眼,高亨大怒,落败凤凰都不如鸡了,他还敢摆脸色。 夜里,他狠狠折腾了水蜜桃,一样饱满的小女友,不解恨地回忆黄岚新找的男人。 哼,男人有钱可以找二十五岁以下的美人,但离异女人只能配油腻老腊肉。 这么一想,高亨心里平衡不少,高亨没打算复婚,但他仍想敲打黄岚一番。 周末,他带女儿去西餐厅吃完菲力牛排,又去商场买了好几身名牌裙子,花了钱果然底气十足。 送完孩子回来,他堂而皇之留下,大马金刀往沙发移坐,前岳母不在,应该去医院陪护了。 高亨知道黄岚最讨厌烟味,他故意边跺脚边抽烟,眼皮眯成一条凤打凉他的神色。 黄岚看了一眼刻意,放在电视柜边显摆的精致袋子,一句话没说,高亨来气了。 都说肉包子打狗,狗好歹咬几下尾巴吧。 他压抑不住火气问,那天在工厂见到的男人是谁? 黄岚轻描淡写,一个朋友。 看你们聊得挺起劲的,女儿说他经常过来,你该不会有再婚的打算吧? 奇怪,我还年轻,再婚有什么问题? 高亨急不可耐地追问,对方是干什么的,投婚还是离异,有没有孩子? 黄岚没期没满,他是拍视频的,没结过婚,高亨哈哈大笑,黄岚,长点心吧。 就算厂子摔落,也别随便找个没钱的兔子充数啊。 他絮絮叨叨一大堆,嫌黄岚标准太低,找了个丑不拉几的没用男人,黄岚的刀子嘴威力不减,你当贯了穷光蛋,可别乱给人家戴同款帽子。 切,有钱的话,人家投婚会找你,一个离异又破产的女人。 他还让黄岚别被人骗了,场子卖掉抵债,剩下的钱得抓紧养女儿,别被人骗得血本无归。 黄岚跟他懒得废话,三两下用力把他推走,砰的一声,把门关上,高亨血压狂飙。 这女人真不识时务,到这地步还给他脸色看,他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别指望他会拿出一分钱。 如是过了几个月,高亨越想越不对劲,黄岚跟秃头男没断,好几次接女儿,他都看到那个叫尼叶的男人待在屋里。 高亨猜想,黄岚肯定是对尼叶上头了,才会不听劝死命跟他在一起。 说到这个,高亨很有经验,黄岚的恋爱脑很严重,当年看上他后,不惜用绝食威胁,最后用怀孕这招搞定岳父岳母,不行。 万一他真想跟秃头男结婚,没准故技重施,先用怀孕把对方捆住,对方有钱还好说,但如果跟他之前差不多呢? 老丈人身体不好,丈母娘当了一辈子主妇,良老养老要钱,新生的小孩也要钱,到时分摊到女儿,身上的费用岂不更少? 高亨开始后悔了,之前他为了冲大头,每个月允诺给五千块抚养费,这么算的话,他一定会吃大亏。 高亨大腿一拍,坐上宝马飞,也似得去找黄岚,得让他写份证明,保障这笔钱是女儿专款专用,一路上他打了十几个电话,嘟嘟嘟响个不停,愣是没人接。 高亨一下,调转车头,心想老丈人入院了,黄岚肯定地过去收拾烂摊子,到了工厂,之前看到的三辆货车筒筒不见,他心里咯噔一下,黄岚该不会开始变卖厂子了吧。 高亨不顾门为阻拦闯到黄岚办公室,他正宁神对着电脑,开始清算厂子了。 哈哈,区区麻雀大小的工厂,不知你们一家当初为啥能拽上天?高亨结婚以来所受的憋屈,终于在这一刻找到释放的出口。 他痛诉黄家,看不起高家,仗着出了钱给高亨回老家盖房子,承担起女儿的抚养费用,就把他当工具人使还,工厂需要送货。 老丈人二话不说,就给高亨打电话,丈母娘要去打牌,送狗去宠物店剪发。 统统都让高亨接送,最过分的是黄岚,他对高亨的父母不屑一顾,进城了也不让公婆住家里,非要他们搬去酒店。 高亨恨不得昭告天下,多行不义必有余秧,皇家下场显然是现实报。 高亨足足吐槽了五分钟,黄岚,开口,说够了吗? 没有的话,我先结束会议,说完,他对着电脑摄像头,跟分销商们解释先处理私事,关掉视频,黄岚上下打量高亨。 这男人从头到脚光鲜亮丽,可那里怎么看怎么虚,越是高声叫嚣的人,越是想掩饰心态上的不足。 其实,那些在高亨看来大受其辱的事,不过是平凡生活的缩影。 黄岚在自家工厂打工,都免不得要去应酬客户。 何况,高亨酒精过敏,干不了这活,让他推销产品,包袱又重,连会计的工作都难以胜任。 试问,这样的女婿想混口饭吃,不干点司机类的杂活,怎么配拿上万元一个月的工资。 过去,他认为在岳父的厂子坐得憋屈,老嚷着出去闯一闯,黄岚烦透了,给他机会出去尝试。 结果,他能拿到手的,最高工资就是五千,没干多久,他又灰溜溜回来。 高亨抱怨岳母控制女儿的一切,却没想过从小到大。 女儿是过敏性体质,对很多东西都碰不得,缺乏科学喂养的高亨,被敲打过几次。 就认定人家是故意甩脸色。黄岚知道高亨自尊心很重,也深深明白一个男人立不起来,是没有资本在社会立足。 可是,他的鞭持和提醒在他看来,却成了母老虎故意甩脸色,骑在男人头上的罪障。 黄岚脾气是不够好,但是对公婆也算是没话说的。 第一次去公婆家,他看见摇摇欲坠的小土屋,很是心疼他们,他立即找自己爹妈,要了二十万去帮着盖房,怎么就没人提起。 看着高亨用手疼,抄的那份五千块协议,他嘴角冷笑,大笔一挥千下,皇家自然没有贱卖资产,新男友家是市交,出了不少利。 何况,掉进河里的人不会坐以待毙的。 黄岚在尼叶的建议下,学习上网直播带货,因为入行时机抓得妙,加上尼叶业与爱好,是搞视频的,对涨净驾轻就熟。 积压的产品很快销售出去,他趁机推出一波新产品,帮助厂子转型。 说实话,跟尼叶在一块,以后,他才发现势均力敌更舒服。 看上高亨前,黄岚跟尼叶相过亲的,只不过,年轻那会太吃颜值那套,他嫌对方发际线太高,愣是没看上。 经过一轮婚姻他才发现,男人没头发不要紧,没脑子才是最要紧的。 尼叶在黄岚的建议下去,做了直发,果然是发型半边脸,浓密的头发,使他看上去。 一下,年轻了七八岁,黄岚抿嘴而笑,相同境遇若落到高亨身上,肯定会变成他,故意奚落他。 简单一句话,都能被他扭曲解读,证明人穷不可怕,心穷更凝巴,前阵子,高亨折腾,叫嚣,不停。 不过是想让他认错甚至下跪求他,从而找回他那可怜的自尊,只可惜在无福之人手里,财富也像草泥马过境。 热闹乱哄一场后,消失得无影无踪,高亨买房后,用余钱投资股市,不料眼光不佳倒亏一大笔。 当他拿着五千块协议上门,试探问黄岚能不能改成一千时,换来他闭腻的眼神,黄岚笑嘻嘻地说,行了,只要你签下协议,老了不用女儿操心,连抚养费都不用你出,高亨灰溜溜走人。 但他心里还有一个儿子梦,虽然小女友嫌他抠门走了,虽然他手里没啥钱了,但有房子就不怕,找不到想上岸的女人,一如他当年,为了讨好岳父岳母,主动让女儿改姓为黄。 这点小九九,黄岚怎么看不出来呢? 他差点笑出眼泪,一个只配拿五千块工资的男人,跟不讲卫生,感慎不好的爹妈挤在一窝,或许会有更差劲的女人,给他生儿育女吧。 万幸的是,黄岚的恋爱脑和圣母心已被治愈,他要开启一段没有凤凰男的人生,好了今天的故事,就到这里。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,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,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